你手机拿下来 这七十多岁了来追星 来找什么秀才啊 那娘来不认识 找秀才啊不认识 你七十多岁了 你给家你家人给担心你 你不回家 网友人家年轻人见网友 你都七十多岁了 从吉林跑到这里也来见网友 来见网友 啊 你怎么就那么着迷呢 人家也不会见你 就是你那可是不要也不要沉迷于网络 我今天能找回去了吗 你今天不能回去 你找个地方住一下回去吧啊 我和你见见这人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说他找网红素材 然后呢 就说网红素材我不认识 我只认识 从头有个四毛捡红的 然后就把他带到四毛的那个店里面 然后四毛呢听我认识 然后四毛就跟我说这样 四毛我就去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降了 但是他不讲原因 人家走到我之后我之间就倒顶了 然后他 他也是直接说借了秀才 给他送到车站 然后他不愿意 他说他不要见他 他真意呢 就说看我能不能联系一般部门 就是说 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在这里退起来 也不能过来接他 让他不愿意 那么多老